俄罗斯六个地区周三金船同时遭乌克兰无人机攻击 布良斯克地区民众目击到爆炸瞬间 有人甚至惊声尖叫害怕痛哭 除了布良斯克还有卡卢加克里米亚等地遭攻击 受创最严重的是临近爱沙尼亚边境的北斯哥夫军用机场 有四架一流升76运输机受损 一座燃料库也因此引发大火 而且最近乌克兰无人机俄军雷达都侦测不到 原来竟是使用这款新材质的无人机 这是由澳洲军员利用纸板和橡皮筋做成的无人机 最远能飞行120公里 乌克兰就是用这种纸板无人机 摧毁俄罗斯五架战机和导弹发射车 但乌克兰首都基辅周三被俄军飞弹空炸 是当地春天以来遭遇最猛烈的攻击 漫长战争也让乌克兰人难以忍受 有男子想非法离境遭到逮捕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参加捍卫者日纪念活动 拥抱阵亡将士的家属 希望全国坚强撑到收复家园那天 TVBS新闻综合报道